齐腾宫自爆尺度超大!XX都没穿衣服! 齐腾宫,前左,和粉丝大合照!图天骂行空,2010803.25 日本男神导演齐腾宫,周末写首部指导长片多桑不在家来台,更邀请700名粉丝相见欢,被问到未来是否有可能挑战更大尺度的演出,齐腾宫立刻惊讶回复,我尺度还不够大吗? 现在我常常试装时都没穿衣服耶!引发全场一阵笑声 齐腾宫也被粉丝问道,真实生活中与父亲的关系,他感性表示,我的父亲也是电影工作者,虽然不是导演,但也是常常穿坐在片场的人 小时候常常去探爸爸班,爸爸总是站在摄影机荧幕监视器前看演员演戏,每次看到爸爸这样的背影,都让我感到向往 齐腾宫更笑说,自己和爸爸平常很少语言交流,但是却常常互相分享彼此最近喜欢的电影 电影上映前,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邀请爸爸看我的作品,因为爸爸平常蛮毒蛇的,但是爸爸意外地对《多桑不在家》给予很高的评价,让我松了一口气 《多桑不在家》,《多桑不在家》讲述沉溺于杜伯,留下债五亿走了之的父亲,在消失十三年之后,再次出现时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 母亲和大哥拒绝去探病,但兴致心理始终记得,儿时与父亲玩街球的温馨回忆,决定去医院探望父亲 可是他却对金钱关崩坏的父亲再次失望,无法改善亲子之间的关系,直到父亲离开人世 而后,在父亲的告别式上,听住来参加告别式,父亲为数极少的友人们,轮番说出,那些自己从来不知道的往事 让兴致重新认识自己的父亲,慢慢填不起那空白的十三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